Setubhan Asana Setubhan的意思是构成一座桥 在这个体式中,你的身体将形成桥一样的姿态 这个体式也叫做Chatrushpa Asana 双腿之间的距离成舒适的姿态平躺在地板上 将手掌朝上放在地板上 这个体式叫做Shavasana 现在,合拢双腿,弯曲双腿,并让双腿靠近骨盆 双手牢牢握住脚踝 现在,缓慢吸气,并尽可能地提升你的骨盆 让你的身体成一座桥的姿态 确保你的头和肩膀都在地板上 并且膝盖和双腿成笔直的直线 在这个最终姿势中,如有需要 你可以用双手支撑腰部 正常呼吸,并保持这个姿势10至30秒 Chatrushpa Asana能够增强下背部的肌肉 这个体式拉伸腹部的内部器官 能够促进消化过程,缓解便秘状况 Chatrushpa Asana能够改善心脏功能 如果你患有溃疡或善气 则不应尝试此体式 孕妇应在专家的指导下谨慎练习此体式 回到最初体式 在保持Chatrushpa Asana体式10至30秒后 缓慢呼气,并放低骨盆至地板 放开脚踝,并回到Shatrushpa Asana体式 进行放松 经常练习Shatrushpa Asana 有助于克服抑郁和焦虑症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